各位,13.2a會介紹兩種表達數據的圖像 一個是bar chart,一個是broken line graph 小學都學過了 bar chart是棒形圖 我們會用長方形棒去表達數據 舉個例子,有四班學生 Number of students fail,即是肥了一個Test的人數 有不同班人,用棒表示 這裏需要大家透過看這些圖去填下 下面的結論和分析數據 從圖像中看到,最長的是1a 1a ha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students who fail 最多人肥 另外1d,1d肥最少 1d has the least,Least就是最少 最少人肥 立刻看這些圖去答滿 2比較特別,要你計算 A班是多於D班多少 這是一個百分變化 百分增加的觀念 A班有9個人,D班有4個人 A比D多 1a比D多 1a比D多 1d D就是主角 9比4多 多少呢 9-4 分母 分子 1a-1d 記住了 記住了 1d 所以主角是1d 所以分母是1d 9-4 除4 100% 如果想知道A班比D多 多多少呢 按一按 這個 答滿120% 都多了一倍又多 OK 立刻看這些圖去做一些分析數據 後面的筆記 因為顏色看不到 其實Girl是說這行的 你自己打回陰影 Girl是說這些位置 有兩種bar chart 這兩種表達方式 都是屬於compound bar chart 複合拍影圖 複合 這個 是小學應該聽過這個名字 複合拍影圖 黏在一起 打橫擺也可以 類似也好 這個 方便比較男女 每一班男女都多 誰一目要然 這種表達方式 比較容易看過總人數的比較 例如 從compound bar chart 左上 你會看到 1C 中 男女 是多於女 等於我說 fail的人數 there are more boys than girls fail in the test 好 這一款 你會看到 如果說總人數計 A班最多 more students fail in the test 1A 好 接著 下面講 Boken Line Graph 接線圖 其實我們是用來做什麼 是show the data how data change over a period of time 即是說這些數據如何改變 Change 就是改變 即它改變的模式 在某段時間裡 over a period of time 某段時間的變化 所以你會看到 可能隨著年齡 重量一直升 這樣 有什麼可以觀察到 你看到什麼 現在你看到 increases the most 即是增加最多 哪一年增加最多 你可以逐年看 增加最斜 最斜的應該是12至13歲 由40至44 總共增加了4kg 所以是從12至13 好 這一下的percentage increase 又如何呢 百分增加 記住 44公斤 12歲是40公斤 身減夠除夠 44減40除40乘100 增加到10% 另外這些截線圖 可以做一個預測 對於trend trend是趨勢 跟著這個趨勢 你會看到 它是最大可能 很大可能 在15至16歲之後 當然你看到圖 都在升 不過越升越 越慢 都是最大可能 是increase 當然這個是估計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截線圖 Broken Line Graph 都是想做這個預測 預測一下未來的東西 最大的可能 你會看到是increase 好 看看後面的例子 13.3的例子 有個截線圖 B 都在問 percentage increase from January to May 你會看到 別人的問題是甚麼 January to May 這兩個 讀出來是93 它們是101 所以這個的百分增加 percentage increase 應該是新隔離除9 計算到8.6% 這個大同小異 這個要自己畫一次 記得要有個heading 有個標題 另外 這裡有個數值 7890 12 這裡跟著上面 那裡 連份 填在下面 這個上面 然後 就畫一個截線圖 用間尺連結 這個 headings 是 profit of the company 從2008到2015 人家問 百分減少 由11年 到15年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10.4 這個是7.2 你看圖 10.4 和7.2 百分減少 百分減少 將這兩個數量減少 10.4 和7.2 記住 原本是2011年 所以應該是超過10.4 不要超過7.2 是錯的 這個10.4 你計算到答案 30.8 很多時候 透過看圖 要計算 百分增加 百分減少 好 這幅圖也是 印得不好 其實這些我加上去 這個就是 封A幅圖 這個是封B幅圖 這是一些複合的截線圖 兩種不同的電話價格 隨著時間 好 他純粹問你 What is the price of age of the 風 那就是獨圖 沒有東西的 一月份 一月份讀出來 27 你數一數 這裡是五格 五格是100 一格是20 所以2760 這就是200 沒有什麼 照填的 A和B 好 然後他問 Difference Difference 就是相差 這個字 這個字 就是相差 相差 相差多少呢 是March 看清楚別人的英文 問什麼 March 在這裏 這個是February 這個是March 看看 一個是2640 一個是2680 一個是2680 2640 和2680相減 就是Difference 最後叫你 Predict Predict 就是預測 趨勢 趨勢是在下跌 2014年11月 即下一個月 估計是下跌 那我怎樣寫呢 The prices of both phone A和B will most likely decrease 很大機會是下跌 只可以說很大機會 其實隔也有類似的問法 我們看看組法 OK 到這裏 我會想要